2016年10月22日 也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还有17天的时候 时尾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 在历史名城格底斯堡 发表了他的百日新政 这份施政纲领列举了他入主 白宫100天内将采取的政策举措 川普说 这是他和美国选民之间定立的契约 本周六也就是4月29日 就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0天的日子了 回顾这100天 川普总统是否践行了 他与选民之间的契约 美国观察 今天继续为您梳理和盘点 川普总统的百日政绩 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 那么现在在节目当中 加入我们的是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 夏教授你好 夏教授 川普总统不久前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 谈到他的百日政绩 那么他表示 出于强烈的责任感空袭叙利亚 还有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来促使中国 开始在朝鲜问题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他的两项重大的政绩 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对 我觉得川普 目前他的作为有许多了 都有些正面和版面 都可以评价 但是我觉得 目前来看 看不出他有在外交上 取得了许多的重大的成绩 而且目前 他的整个外交的 整个轮廓了 我觉得还没有清晰起来 那么因为他作为一个 主要是着重于美国内政 而当选的一个总统 而且他对美国的外交 我觉得准备了非常不足 那么同时 他对美国外交的 基本的前提 那么尤其是世界的相互淤存 我觉得认识不够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 还看不出他现在取得了 什么重要的成就 那您怎么评价 川普对叙利亚的这场空袭 以及川普他自己所说的 和习近平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 这两件事 是 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 看叙利亚事件 叙利亚事件 当然是目前评价了 也褒贬不一了 那么川普总统 他认为是很大的一个成就 但是人们也指出了 就是他轰炸机场的第二天 那么就有飞机了 从机场起飞 那么继续了 那么叙利亚军队的飞机 继续去轰炸叛军的这些城市 那么所以人们认为这种轰炸 并没有让叙利亚 或者让阿萨德 那么真正有所收敛 那么另外对习近平 他的会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他们两个建立了 某种私人关系了 那么这点我觉得是 有助于中美的沟通 那么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他对中国的 过去的所谓的外交政治的 一系列的这些指控 那么现在都来了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那么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 那么还有中国的对货币的操控 那么另外针对台湾问题了 那么他都有各种摇摆不定 或者急剧转变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不知道他到底跟中国 会走向什么样一个方向 那么是不是中美两个大国 那么完全不顾世界的道义 不顾世界的基本的价值观 或者尤其不关心人权 或者民主的发展 那么两个大国来用利己主义 或者使用自由外交来主宰全球 那么或者是说 川普他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念 那么再跟中国打交道 而完全是变成了一个 完全的利益主义者 那么这点我觉得反而 让许多的人 包括许多国家 尤其是民主国家 那么有所担忧 下面教授 我们再来看美国对叙利亚的 这次空袭也牵连出了另外两项 川普在外交姿态上的变化 一个是对待俄罗斯的态度 还有一个就是对待北约的态度 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两项变化呢 对 那么对待俄罗斯 他原来说了 他跟普京有很好的私人关系 他可以改善美国跟俄国的关系 但是事实证明了 美国跟俄国有许多战略的冲突 那么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 那么基本上没法走到一边 而且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 普京不仅对美国的大选施加了影响 而且现在美国的情报机构和美国的那些网络安全公司 那么也就是指出了 那么普京继续在对法国的大选 目前进行大选 那么施加某种影响 那么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情况来看 就是说 川普了 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或者对俄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 我觉得估计是不足的 那么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 他跟俄国的关系不可能改变 那么而且他对俄国我们也看到了 关系目前限于非常的紧张 其实也暴露出了 他对外交准备不足 那么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看看就是叙利亚了 那么我觉得叙利亚 他的做法了 那么他想在那边进行军事打击 那么显示出他的决心 或者他的实力 那么或者我们也看到在阿富汗 那么他也做了同样的举动 那么也是把超级炸弹 所谓的万诞之母放下去 那么但是人们就不清楚 他这种做的东西 那么多大的程度上 是他的一时的 突然的心血来潮 还是他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大的战略目标 那么目前来看 人们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观察阶段 大部分的分析都认为 川普总统这次空袭 叙利亚还有向阿富汗投下 这个炸弹质母 是为了震慑朝鲜 那么川普政府目前的外交重点 无疑是放在朝鲜问题上 在您看来川普现在是否在解决朝鲜 这个核问题上 已经具有了清晰的完整的 或者说是行之有效的战略了呢 对 这里边也有些落了些乌龙 比如说他说像美国的航母 也在向朝鲜那边施进了 那么这个就是卡尔森号 其实没有往那边去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说原来川普总统他认为了 那么许多的有关朝鲜的事情 那么他可以来解决 但是从目前来看 他越发的认识到了 就是中国的重要性 或者认识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的复杂性 而且他也犯了一些错误 包括在言词上说 朝鲜曾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 引起了人们对到底 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对国际事务有多少了解 那么所以对他们的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我觉得也有所怀疑 那么最近的话 又另外一些我觉得乌龙 那么其中就是到底 如果朝鲜半岛是最重要的事件 那么国务卿在指责伊朗的时候 那么把伊朗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来 那么其实伊朗 那么在对待核武器的研发上 美国那么跟伊朗 还有其他的安理会成员国 那么其实目前制定出了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而伊朗相对来说也比较平静 也没有给美国带来太多的麻烦 而另外伊朗的话 面对他国内的政治的压力 尤其有国内的强烈的这种 就是反对跟美国进行妥协的这些声音 也是非常强大 那么所以就是提勒斯特希发言 那么恐怕反而会使美国取得的外交成就 那么丧失去 而且另外就说伊朗的这些核武器 研发的这些管理或者谈判 这些各种做法 本来是可以给朝鲜问题的解决 提供某些解决方案的 但是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那么我觉得使朝鲜问题变得更复杂 另外最令人担心的是 如果川普总统再把这个事情完全放给中国来解决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美国就丧失对朝鲜问题解决的主动性和他的领导地位 下面教授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初 是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原则 那么当时有很多人认为 这意味着美国会在国际事务当中全面的收缩 甚至是走向孤立主义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川普上任这一百天里 美国还是对叙利亚采取了军事行动 也在积极地解决朝鲜问题 并且也对日韩是明确地表态 美国百分之百和他们站在一起 所以这意味着川普是已经放弃了他的美国优先的原则 还是说他为这个原则是注入了新的意涵 对 美国优先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主要的针对的受众 当然是美国的国内的选民 而他的选民的基础 基本上是美国比较南部或者中西部 那么目前面对的全球化的威胁的这么一批人 那么所以我觉得他的美国优先政策 现在并没有放弃 那么但是他那个就是没有 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的那个对外交的前提是错误的 也就是他没有意识到 美国的优先或者美国的强大 必须建立在那个全球化 那个进行二十多年以后 造就出一个根本的不可改变的事实 那个之上 那么就是全球的高度的相互依存 那么如果美国那么成为全球化的 其实最大的赢家 那么美国的其实他的很多的威胁 来自于美国对全球的许多地方 那么关爱不够 或者没有做到他该承担的大国责任 或者是说美国的某些自私的 各种外交政策 引发起全球的某种反感 那么如果我觉得他继续要走 所谓的美国优先 那么我觉得不会使美国更安全 那么相反会让美国 遭受更多像911事件 那么这样进攻的这种打击 因为所有这些进攻都是因为对美国的仇视 所驱动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优先 不应该与美国 那么对全球的提供的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 那么提供就是和平和发展 那么尤其是全球的和平和经济发展 那么我觉得如果不和他挂钩的话 那我觉得美国的第一 那么这个完全会落空 甚至走向相反 好的 谢谢夏明教授 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